我爹是浩灵王 我娘是王姬大将军 因为我额上有一朵桃花胎记 所以爹娘也叫我小妖 她是一个原生家庭 小时候并不健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她对人的情感会很脆弱和悲观 在文小六时期 她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小医师 她什么都不怕 但她变成了小妖以后 她自己所有的一些决定 都不是她自己的了 她脆弱了很多 你羡慕我娘是王姬大将军 身份高贵 可我却巴不得我娘是个普通人 小妖不是一个完美女主 她的身上是有残缺的 她是一个外表 看似坚强 但是内心孤独闭塞 但却渴望爱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怕寂寞 寻不到长久的相依 短暂的相伴也是好的 她又是一个嘴上非常理智 行为上却感性的人 就像她旧夜时期的那一段 这里是青水镇 缺什么不缺可怜人 她整个的一生是 从破碎到重建的一个过程 命运使然 她遇到涂山井 然后也遇到了项链 也最终终于还是注定遇到了苍玄 苍玄对小妖 她底子是一个很悲悲的感觉 是一个成长 然后是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 可是如今我明明有家了 也有人等我 可我却想就这么浪迹一生 我内心其实挺理解小妖的 她是一个独立且清醒 并且她不会以爱情为主的 一个这样的女性 我最难忘的 是我跟我姐姐打架 你敢扯让我心 今天我们两个跟对方都说了 没事 就真的抓我 那怕你把我的同事弄掉 都没有关系 第一次见面就真的很紧张 但是小妖 杨子老师 见面就说 你好啊 未婚夫 坐坐坐坐坐 啊 我觉得舒服 就一下就感觉很清晰 小妖性格真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有童真的一面 好帅哥啊 梁琳琳 好 梁琳琳琳 让大家很快地可以在剧组里面熟络起来 很幸运遇到你 也很幸运能够演绎你 我希望可以把你真正地带到大家的面前吧 1 2 5 5 感谢观看